你 你 你 遠方出現巨大火球 爆炸濃煙不斷往上竄 這是二軍佔領的克里米亞北部小鎮 戰科伊 當地彈藥護合變電箱成為炮擊目標 他們撿著 撿著 超過三千位小鎮居民帶著簡單家蕩匆忙逃難 俄羅斯國防部暗指這一點串的爆炸是烏軍蓄意破壞 是否攻擊克里米亞 烏克蘭軍方沒有正面承認只是不斷傳出爆炸事件 顯示烏克蘭正積極展開反攻 而且也有能力深入俄軍佔領的土地 請現在所有人 其中的國家 在其中的地方 其中的地方 在其中的地方 其中的地方 在奧巴斯和喀吉堡 非常重要 拜託 鄭恩斯基警告烏克蘭民眾 要小心遠離俄軍存放彈藥的地方 是不是即將展開秘密攻擊還是軍事計劃 現在烏軍似乎都站上風 他們在精彩地進行這個競選 因為他們主要主要主要是 烏軍也在烏南地區 積極反攻 炸毀橫跨聶伯河的主要橋樑 現在傳出俄羅斯軍事指揮官已經悄悄撤離 但是把兩萬名俄軍遺棄在赫爾松 面臨沒有補給也無法撤退的困境 TVN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